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12日,星期六 我的身體大致上已經很正常 既沒有發燒,也沒有特別不妥 只不過咳嗽還未能傳遇 還有,今天有一個新的病徵 就是有腹射現象 今天情況都頗嚴重 所以我自己吃了國產的成藥 黃綿素片 現在的情況好很多 但基本上我覺得 我整個人都應該差不多康復 但那些症狀都陸續有些 我現在慢慢希望等到 全部正式轉為陰性之後 我就可以通知衛生署 好了,病情方面我不想再說了 今天我是想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網友 這麼關心我,對我這麼支持 因為昨天我出了一條短片之後 很快,很多網友都紛紛留言 祝福我,希望我早日康復 以及關心我,提了很多解決方法 例如如何舒緩病徵 又或者是吃甚麼藥 可以治療到咳嗽 或者其他不適的症狀 我想我很多謝大家的關心 我完全是想不到 原來我病了之後 全世界有很多人 原來都是很關心我的 昨晚遠到去澳洲 美國很多不同地方的朋友 都紛紛有些是WhatsApp給我 總之,所有親友都一起問候我 所以我真的相當感激大家 很感激大家 送上溫暖和問候 我知道,如果一個人有病的時候 你們一聲的祝福 你們一聲的問候 是會令到我們有信心 和病庫作戰 所以我又想起了 在醫院的老人家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不知道可否幫他做到少許事 如果不是,讓那些老人家 在醫院裡孤身作戰 其實,情況我現在想起 就更加覺得相當淒涼 不過這些都別說了 說回,除了很多網友留言 是祝福和鼓勵我之外 支持我之外 剛才說了,還有很多親友 以及很多那些 例如KOL 包括了高崇傑、高sir 又或者KJ 華基、Santino 還有藍雪寶 瑞士揭姐等等 甚至遠到去 美國的那那林 都有送上溫暖 這班朋友我相當感激 總之,親友 好友 以及一班 跟我一起發聲的KOL 一起對我送上溫暖 真的令我充滿了能量 是愛心滿滿的 另外,我也希望 如果不幸感染病的人 千萬不要氣餒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衷心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 早日戰勝病魔 在這個疫情中 除了患病的人 現在必須要克服很多困難之外 其實就算沒有病的市民 有很多在經濟上 都要克服重重困難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都處於水深火焰之中 尤其是小本經營的小商戶 更加相當艱苦 雖然政府有很多不同的抗業基金 去資助我們 但遠遠不及我們所受到的痛楚和困苦 不過,人間友情 在目前的困境下 原來還有很多人 能夠提出民情 能夠對小商戶私以援手 今天我想說一件很正面 很正能量的事件 讓大家知道 事件局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屬於半官方的機構 他較早前就公佈了 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推出租金的寬減 去到今年九月底 換言之 真是有半年租金寬減 而寬減的幅度 最多的小商戶 就可以減到差不多75%的租金 這個幅度可以說相當之厲害 我相信現在很多大地產商 肯定做不到這件事 不過,在疫情爆發之後 即是在今年一月之後 所簽的新租約的租戶 應該不獲寬減租金 因為新租約已經反映了這個因素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相當合情合理 那些可能在高水平簽下租金 因為疫情關係可以得到租金寬減 而至於現在才剛簽的那些 他不寬減租金 也是按市場的機制去做 所以這個做法 我相信對所有的租戶 都是相當公平 較早前 才爺就嘗試準備立法 希望假如小商戶 暫時因為疫情關係 而不能夠交租的話 而那些業主就不應實施任何法律行動 包括催租和終止他們的租約 要求他們賠償 大家可以看到原來政府不需要立法 根本那些是業主和小商戶 其實大家都是同舟共濟 大家都是會尋求解決方法的 就不一定要依賴法律才可以做到這樣 當然 是不是所有的業主都願意這樣做呢 一定不會 有部分的大地產集團 我相信他們就算對相互實施 租金的寬減也好 條件將會相當苛刻 還有我又記得 在應該是年多之前 就是永黎元 當時來說 亦是因為疫情關係 他就要求大業主希望能夠寬減租金 但結果大業主不但並沒有減足 甚至還要加租 相較之下 大家便可以看到 事件局真的相當之有人情味 現在事件局 除了對商戶寬減半年的租金之外 較早前 他們亦宣佈 將他們四棟安置大廈 以及他們在重建項目中 收回空置單位中 他們撥出最少56個單位 就給那些有需要 因為疫情而必須要隔離人士 暫時居住 雖然這56個單位 數目相當少 對現在政府 這麼龐大的需求中 根本是杯水車身 甚至 較杯水車身還要少 但亦可看到 事件局真的有心去做 可以說是助人不為餘力 所以這點是值得我們讚賢 究竟現在事件局是誰擔任主席 以及誰擔任CEO 擔任主席的就是周崇江 至於另一名董事 亦是前事件局的CEO 就是韋志誠 我的確 是相當讚賞事件局 今次在疫情之中 他們所付出的 射微貢獻 雖然這些貢獻 對現在整個疫情來說 根本幫助不大 但亦可看到是人間有情 我相信 如果人人都願意出一份力 香港便會更加美好 多謝各位 我相信